大家我是babybaby新人鸡蛋糕 这次我们继续讲一下五战到这部玄框歪歪漫画吧 天心提要 五战应接皮可的灭龙冲撞 双方死死交壳开始比利器难分难解 结果五战用头锤打破僵局 却被皮可射上天花板 用功气斩斩不动皮可的五战 像德川说要爱刀无名金钟 要持刀斩了皮可提出日后再战了 公本五战vs皮可二番战决定 双方均可以使用武器的死斗决定 既然五战准备用无名金钟的话 谁来给皮可一把神器呀 这才公平 两个boss十多消息传遍天 在五战的小迷地家中 被打到自闭的余地武神 坐在可能会残忍的沙发上 并肩地加了超多便宜方滩的高级咖啡 摊着越来越刺肤的嘴唇 和越来越油烈的下巴 怎么回事啊 是独步本人吗 你看还有蜡猪剑长的猪蹄发展 越来越粗的手指 简直就像宽散自端肥猪针一样发福了 原来独步在书房见客啊 诶 这个如此受优的男孩是谁啊 新人物吗 大家知道他叫什么吗 哦 原来是那个只出现在单案本封面 连在可以一连不出场的 路人男主发马燕牙 燕牙对独步说道 你真的快说谎了 独步一脸懵闭 前阵子被五战秒掉后 你还说要暂时闭关一阵子的 但是现在看你皮肤的张力 肌肉的密度还有拳头的大小 全部都比之前强而有力得多了 听到燕牙点破自己默默升级变强后 独步露出暗爽的表情 喝喝一声后吹道 你还有意思说人家 你不是也一样吗 被五战打败之后 能明显的感受到 你的锻炼强度比过去更大了 五战给予了败北成为两人变强的奇迹 他们两个也是受五战影响最大的人 找过了巅峰期尾身的独步 人到中年55岁家 居然走上了强化肉体的路线 而且离谱的是 独步之后锻炼到相铺道肥老体型 体重圈和第一步淘汰赛时期 瘦肉版的独步一样重 这次上了科技打尽药 将颈域的体质全部转化为肌肉了吗 人体真的神奇 燕牙世界太多医学无法解释的事了 而输给五战两次的燕牙 重新呈四次结型 开始走上强化兴起的路线 模仿五战的日常生活 时刻保持临战状态 他们两个败者输给五战后所得到的东西 都在下一个篇章完全展示出来了 谢谢你五战 你们俩学学呀 展示主角团上版本加强了成果 就是苏米格出处里面存在的意义是吧 而听到独步的香叶护吹后 用牙抬起头来 一副好了的样子至少道 两只三家犬在相互吹捧 互舔三口嘛 真的给人一种治愈的感觉呀 而独步说道 这不是挺好的吗 如果相互吹逼人起到积极作用的话 那不妨尽情地吹 尽情地夸 不过 突然他们一口同声说出同一句话了 两个心有灵犀的相互看了对方一眼后 又要说道 我们想说的肯定是同一件事吧 死豆 武藏的皮可接下来要进行的那一场 并不是普通的鄙视 而是分出胜负的时候 只有一番人全国的战斗 那并非是比赛 而是施杀死豆 但是这样真的好吗 让他们俩这样战斗 又要说话同时脸色微变 流露出意识担忧和悲伤 他可能在担心皮可会成为第二个猎海王吧 而别的制服者的独步听到怨鸦问题后访问 喂 怨鸦 可武藏死豆 你不是已经体验过了吗 那个亲信与武藏有过两次交手机会 被空气掌斩死过几次的怨鸦抬起头来 一年满足了回答 嗯 确实体验过 那个同样与武藏打过两个回合 还差点被震到掌道裂开的独步 也露出满足脸烂传说道 真是坦诚啊 看你的表情是想说 自己打得很尽心很满足 而武藏却没有事吧 怨鸦再次抬头 露出意识不甘的表情回答 武藏他不太认证 独步这种饭钱小菜也好 怨鸦这种延伸到地平线的佳肴也好 都无法比武藏像对勇士兰和匹克拉一样 认真起来动真格 或者提出暂时休战 武藏上两次打败怨鸦 不过是如同游戏罢了 相信这差距让怨鸦感到失落吧 而独步听到怨鸦这么在乎 武藏任不认真的话后 嘟嘟嘴的我了一声很是惊讶 露出嘲笑脸笑话怨鸦说道 怨鸦 为什么一定要认真才行呢 不纯粹去战斗不行嘛 全都拉东西有用嘛 人家听到独步这番话 一脸惊讶后告诉独步 你刚才说的话 公本武藏也说过的呀 独步这个小谜底始终粉刺到自己 居然无意中说出偶像说过的话后 又害羞又宽敞的说道 是吗 人家好开心啊 人家看到独步开心的像顽童的表情 就继续展开说道 那是我爸爸亲口告诉我的 他来我家做客的时候 可我说了很多公本武藏的事 说武藏在他面前厚颜无死的大范厥诀 战斗对他来说不过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还质疑纯度没用 访问看到狂金为什么不好 大言不长的高呼想被人称赞 想出人头地 想成为长都长不住的名人 将自己为了追命逐利而变强了欲望 表露无疑了 从人家这个奎义的风景可以推测出 不知打架之后的勇次郎 奎经常去乖儿子家里做客 吃饭喝茶什么的 专方还了解自己的日常也太温柔了吧 看来两父子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相信离这对父子子笑发马父子 一体同居生活的日子应该不会很远的了 永三与怨鸭 有时还有召见三人生活的同居道 快点连载吧 我想看呢 而从怨鸭口中得知武藏和永三对话的独步 露出偶像居然有这样一面的惊讶表情说道 真的假的 武藏他说过这种话吗 怨鸭回答 是的 他还说得很爽快利落呢 独步听到这番话后 眼神逐渐犯困又是失望又是不解 简直就是鬼人色了呀 完全有为于世人对公本武藏所认为的求道者倾向啊 独步避着海龟嘴想了又想 那肯定是公本武藏本人 就是本人啊 但是这些跨个武藏所写的武人书中 还有他晚年亲手记载的 独行道中的人生信条 完全不相符甚至完全相反啊 独步自已也说道 愿鸭啊 公民心这种东西 只要到达一定境界的话 就会物极必反嘛 没错啊 就是这个 独步握紧拳头兴奋到站起来 姨父终于为爱都想到借口解释的样子说道 我明白了任牙 真所谓物极必反 俗途同归 一个人越是捆着越是不成 昆吨到极致就会变得清澈透明 黑到极点就失败 将书贯彻到底 那就是超凡脱俗啊 任牙听到这番强行解释后 很是尴尬流汗复刻 啊 是这样的吗 独步一脸自己都不太心的样子 留着冷汗继续说道 是的 是这样 武藏是一个很纯粹的人 纯粹追求俗语的武藏 程度真的很高 任牙听到这番游黑硬是要起班的话后 录出扯淡的表情包都不想说话了 而独步是说字的 继续替班员说话推道 这可是太有趣了 一番是拥有完美肉体 但是内心却又婴儿板 有着纯真赤子之心的皮可 另一番则是贯彻自己全心追求俗语的信念 而达到纯粹境界的公本武藏 这是一场比拼全渡 比谁更纯粹的较量啊 任牙 听到独步将全渡下扯硬套跨后 任牙都无语了不再出声 独步这个会买好几本 一模一样武人书收藏翻阅史中本 为了把武将哥哥变哭 真的好拼命啊 而随了这么久文系 镜头来到本书的真男主战那边 在德川似水豪宅中 德川捧的刀说道 名刀无名金仲 我已经从肥猴那边加击取回来了 这就是你的爱刀啊 啊 德川居然不带武将去当地拿刀 不顺便旅游水个三四块 真的有点难以置信了 现实终之把无名金仲可是重要文化遗产 存放在熊本县的美术馆 连拍照都要许可才行的 可见德川的超人力有多强无敌啊 而武将看到爱刀 居然变得恭敬起来 带着敬语说道 真的感激不尽啊 德川殿下 德川听到受自由魁的回答 何出此言啊 他本来就是你的东西 我物归原主而已 嗯 突然德川注意到什么 只见绑住刀身绸缎的绳索 居然开始自己动起来 主动解开绳结了 这不是一般的绳子松了散开 而是像有一个透明人在有序地解开绳结啊 德川看到这般珍奇的荧幕 吓得奔不住的感叹 什么 什么鬼啊 绳结怎么会自己解开了 太玄幻了吧 而武将露出色秘密的制服表情后说道 呵呵 居然主动宽衣解带 就这么想重溃我的腰间吧 丑 这是什么鬼的难苦之词啊 太误了吧 武将是不是要吵到了吗 看到全杰无瑕鸡蛋都要脸红了 这爱刀精重 该会是像斩破刀那样有自我意识成亲了吧 想不到你是这种刀 一看就不是什么正亲刀啊 一眼坚定性别为良 里面该会寄出了什么妖刀机之类的物浊之物吧 眼睛这漫块也太悬款了 像爱道插回妖界的武将 被德川带到调教奴隶跳舞的舞蹈室 这次玩的不是木头玻璃石头那种老商样了 而是更加高级的玩意呢 武将看了这对玩意问道 这些是 是特制的连土人 他们穿的都是当今世界强者们的装扮 这个是西装 是我家男仆加那平时穿的制服 像到国家首脑 吓到一般保镖或者主持人穿的都是这玩意 这次穿着防弹衣的警察 就是你之前逛街遇到 被你教训移动的战力单位 这个是手持盾牌的机动队队员 之前被你大哄一声就吓退了那群胆小鬼 你还记得吗 这是自卫队的战斗服 你应该没遇到过 不过你闻不闻得到 那衣服好像有骨料烧味啊 最后这个就是卷狗 武将一脸蒙蔽 卷狗 看来在武将的战国时代还没出现这种玩意啊 德川一脸不好意思 他有愧意的说道 总不能用国人士刀吧 各龙人的胯今天来不及送过来了 只能用这个将就一下吧 用硬度和颈椎接近的青竹 卷上榻榻米表层的草席 再用绳子固定的胯 据说他的赖酒力任何人的颈椎屁地呢 长起来的触感与人体不三向下的呢 武将近距离看了卷狗后一脸不屑说道 就这玩意嘛 德川看了武将一脸苦瓜脸嫌弃的样子后说道 对于曾经斩过真人的脸 要离斩这些道具或许很难进行 真的委屈你 还有你腰间的金钟了 不过不用多久 你就能用皮革那种高肌肉体来试了 不是吗 北剧八八的武将看了卷杆没有说话 突然就握柄就要出窍了 他是要使出拔刀数吗 不是啊 武将没有出刀 只是急速蹲步转腰 拳动左半身来进行拔刀前的翘影动作而已 简单来说就是服了刀翘 靠转腰甩翘尾 来让刀更快出翘动作 咽牙勇三龙素人的拔拳数 其实是利用类似的原理对拳头进行预先加速的 而德川看到武将这波操作 就想起之前武将展开落叶和羽毛后说过 用腰拔刀 用腰盔砍的跨 甩完腰后武将才将刀拔出 转动刀柄认真观察刀刃的情况 再将刀刃朝外摆正刃进 以斜向的角度贴在卷稿表面 武将就会想干什么啊 刀翘已经压进里面了 天啊 武将临近离下没有过多的拖鸽 只是轻轻一压 居然将整根卷稿斜向斩断 一刀两断了 堪比人体硬度的十几人 吵些个青竹 竟然如此轻易被斩刀裂开 这是可等立天的锋利程度 切尾掌位斯高不可估量 这把金重肯定能吹毛断发了吧 不鬼是工本武将专属御用神器 堪比机关键了 被斩断了上一节权稿掉落在地 相信要是人的脖子 下餐也会一样了吧 德川看到吓得半死的心想 竟然会如此锋利 简直就像切豆腐一样啊 要是武将用这把这么立得到 还能不能施展压而不斩的神器啊 还好之前用的是国库啊 独步 而武将一边移动一边温柔说道 德川离我远一点 德川刚说头瞬间 武将向前用力踏步了 武将用力很登地板 让那个机动对甲人离地跳到空中 武将这次为了让甲人模拟真人那样移动 提高难度和临残感才这样做的嘛 人在空中的甲人摇头摆脑 干要落下瞬间 武将已经双手持刀 摆出三端构持刀架式举高过头 双手紧用死死勾柄 做出招牌手持内脱力动作 武将大喊一声就对甲人使出一发弹出震战 一道四大历程的灵力见鬼 直接将甲人连一带盾带木架 整整机器地展开两半了 手起刀落动作干脆利落 长机精准无比张力彻底爆炸 实在太帅了吧 中中带有轻微卫一的甲人 被分毫不擦掌中中心的四撞面 完全对称的被切开左右两半 呈现立巴蚊子 可见武将的刀法有多快准很啊 而且连坚硬的丙细酸子 反爆盾牌反爆头盔 可疑似翻轮纤维自助的反弹液 也被一刀两断而且没有奔刃 可见武将刚刚拉到的刃金有多正 无名金钟有多锋利 犹犹切菜呀 机动部队 过 直窗看到这拉风的一幕 直接露出鲤鱼水心响 居然连这么硬的盾牌也展开了吗 我的赛波塔专甲恐怕也顶不住了吧 武将瞄准目标撤取双臂后 一风之电射手处亏出一发横一文字斩 斩腰穿身之鱼还顺手将双臂斩断 斩机微微本动位置 大幅度扭腰悬臂以腰窥刀的刀数之快 已经看不见到达身后的刀身了 智慧队 过 直窗心响 变变 这种斩法之前斩树叶和斩拉链的时候也用过的 武将一边转身 继续边将刀举高过头 呃 风 武将又一发横主掌 俯身扑街批向警察假人 当时这次不是从正面斩 而是从侧面斩 面割面颊连通身体从头斩到落地 这种从小小侧面灌撞面 将人前后剖开的斩法 是极少击溃 极难施展出来的呀 警察 过 得穿心想 这次是前后啊 是中斩吧 这种斩法是传闻中的斩犯达人 驻穿先级 经常偷其用的招式吧 残骸的武将甩头转身 凭举金中在脸侧摆出挟子够 将刀院与目光前四瞄准目标后 就踏步前冲 刀院瞄准的是西装假人的心口啊 武将正逐前冲一发水平突刺 以刀院朝下方式捅穿西装假人的身体正中 武将吼叫一声 从下到三层树下批后 在结束转任立风向上涨 居然一瞬间毫无停顿 在中间将整个假人完全劈开两半了 得穿他吃一惊的心想 这些怎么立天的手术啊 上下批的中途 居然改变刀院的朝向再往上涨 把上下两部分都展开了 但这都还没完啊 武将一发片手横斩作为收尾 全腰流烟用斩中本冬切位 将假人年臂带身长到四分五裂 先是突刺再接弹出立风 最后横一文字完成十字展 这大豪迈身风的动作 配个多段阻隔斩机 简直华丽带感 简直豪夸牛逼啊 西装老 过 你死得最惨啊 武将转任后上下轨道 做出雪震动作 而那四个本来完好无损的假人 零件洒落一地 早已死无全失了 诶 不是还有一个没展吗 得穿走过去这么近 是等着武将斩死的事吧 是雪得穿一边啪啪啪的拍手 一边做出表情包心想 简 看得好爽啊 真的爽到飞起 假人都这么high 要是用真人的跨起不是 斩了斩了 武将转一刀就将得穿死人头 直接斩落了 做得好 做得好啊 你这个是雪人渣 终于有今天了 诶 等等等等 哎呀 原来只是一时斩了 是武将一边拉刀 一边发动一时斩而已 这是武将计算是看到皮克 就兴奋到展开得穿肚子之后 第二次对金主德川发动空气展示刀了 为什么不用真刀呢 可惜 德川和牛满脸的吐槽 你这个捆蛋 别再干这种事啦 而听到德川的吐槽 那个时刻要求自己保持平常心的武将 虽然忍不住露出 宽喜若宽的大笑表情 这天真浪漫的笑容 完全就是斩耍了斩嗨了呀 斩人摸本性表露无疑 关系越好就越是要斩了那个人是吗 武将 你之前还嘲笑武神 为什么玩石头和木头这种死物 现在自己却玩木头人 泥头人玩到这么嗨 工本武将你是玩通吗 测试完神气的新人之后 有贵客来找德川啦 哈哈哈哈 原来是守顾道的真正真男主本部倚仗 他都第几次来找德川了呀 打败码致死杰克证明实力后 这次应该轮到本部跟武将打了吧 但是本部却一脸懵逼的访问 可皮可 没错 就是武将对皮可 允许使用武器 听到自己被皮可插队的本部 露出不爽的表情 德川一副做错事的样子问道 不行吗 本部叹气一声 嗯 当然不行 德川先是被本部的胯吓了一跳 接着又恢复平静等着本部吹逼了 这当问行不行的话 其实上次本部提出将武将斩杀的时候 本部问过德川的 现在却反过来了 本部开始吹道 老爷子啊 你果然还是不懂啊 你根本不知道 直接的工本武将有多可怕 你根本不了解 拉斯可等赤源 可等层次的实力 德川一边听 一边抽右蟹排气一脸不耐烦 本部继续说道 请你不要误愧 我说的不行并不是针对皮克一个人 而是说所有人都不行 烟压世界的各位都不行 根本就没有人能战胜公本武将 谁也不可能站在公本武将的面前超越他 德川克的口才已经明白这块意思了 本部你之前说过自己和武将实力非常接近 把武将吹得这么高 其实也在吹高自己的逼格 吹高自己所学的古流武术的逼格吧 以武将为代表古武部人数 所以之前他才会跳出来阻止泳战和武将的巅峰之战的 德川就问道 所有人都无法打败武将 但除了本部一战以外 是吧 本部低头严肃回答 你觉得我是有胜算 所以才主动提出挑战的吗 不要取笑我了 德川先生 我只是无法逃避而已 身为那个时大的学习者 身为那个时大的继承者 身为那个时大的追随者 与公本武战对决 是我不可推脱的责任 听到本部这番精彩绝人的本色解说 德川很是感动 热血沸腾和流氓脸的在心中感叹 真的了不起呀本部 原来你身负责如此重要的使命呀 明知打不过也要去守护大家 太伟大了 当时感动归感动 本部还是无法改变和阻止德川的决定 一个个五战一战 还是差本部队尤其进行了 靠嘴顿果羊无法完成守护的呀 而到了晚上 武战又偷偷溜出来逛街了 他来到了几栋高楼大厦的面前 抬起头来 开始认真观察着移动 有个几十层以上的高层塔楼了 他居然想对大楼干什么啊 之前武战刚复国的时候 就几番被大厦的高大雄伟 震撼到心宽动摇 还试图将高楼大厦作为对手 但是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武战认为自己要对付了指示员 而不是建筑 对能不能摧毁大楼战胜大厦 这件事避而不谈 有意回避了 如今重复爱到武战 是要再次挑战 这个之前打不赢的对手啊 工本武战 VS摩天大楼 一赢大战正式开始 武战看大楼开始分析的心想 要问大不大 确实大 确实很大呢 但是 他的重心完全落在四条线之上 只要我将头和四个脚的支柱 斩断破坏掉的话 恐怕他的头部就会掉落到肩部 而肩部会因为承受不了冲击 会向下坠落到胸部 胸部坠落到腹部 腹部又掉落到腰部 腰部再掉到脚部 由于太过巨大 所以他无法承受自身下坠的重量 猛烈崩塌之势将无法停止 最后必然会无法站稳 狠狠地坠落在地上 一败涂地的 捧 天呐 武战赢了 公本武战屁秒摸天大楼 成功展塌大楼啦 这是什么便宜的劣质建材 这是什么大型怪物级别的力天破坏力啊 这就是本部口中公本武战的武力层次嘛 简直看比海贼玩鹰眼所龙 那种中午世界武力水准了吧 这下恐怖袭击都不用飞机燃油爆破 超涌建材让大楼倒塌了 只要武战里展示刀就行了是吧 这种事 王力加永山做不做得到的呀 是别克快点过来试试啊 现代高层塔楼真的被武战看扁了 公本武战对现代建筑学的了解至少 真的只能用悲剧形容啊 不过我们不要责备武战了 他不过是一个外含的土木狗而已啦 毕竟武战这个区区就时代移民的穿越之人 对建筑的了解程度 也只停留在古代建筑水平了吧 怎么会知道什么干净水利 支撑高层大楼除了支柱 还有承重墙排架框架等等的承重结构呢 他以为这是木头石头搭出来了吧 所以武战只能凭借有限局限的知识 去推理出这种天宽夜坛的展法将大楼展塌 虽然在武战的脑海中 摩天大楼已经被他整栋展到土崩瓦解了 但是现实的大厦还是完好无损了 刚刚出现的跨面 全部都是武战老子的歪歪而已 武战一脸得意的亏手 做出学生动作后 呵呵一声说道 我要是这样做的话 我的爱到无名尽重 会损快也是无可避免的吧 这才是武战吃吃不出所的原因吗 他真的确信自己能展蹦大楼的 请问怎么时候挑战一下 展高达展墨山的 不过武战啊 按理这方法时操的话 你在顶楼展完四脚柱子 怎么逃出大厦全身而退啊 学永山那样跳楼吗 尽管这只是想象中不可能做到的展踏 但是这段剧情想传达的意思是 从过金中后的武战 能打败之前无法攻克的死务了 靠斩机战胜的这个时代 又一标志性的代表物 金中武战的实力和自信 都得到了大大的提升了吧 而就在武战刚老五王的瞬间 他的身后突然出现一个 贴得超近的黑影 啊 是他 是凯亚 究竟超权凯亚接下来会对武战使出什么招式 武战亏不亏人为凯亚的通道呢 我们下期再说 任牙之性回顾 聊一下这期的续文吧 当时连在这段之前 日本的熊本就发生了大型的事要是熊本大地震 而熊本也是公本武战晚年居住和蓄势力背的地方 现实中的金中 还有公本武战很多争计书块 就收藏在熊本的岛田美术馆中 不排除班园是为了趁热度 才让武战再次吃刀的 地震是4月14号开始 武战提出拿回金中是107块 大概是4月25日 也就是相隔一周 不知道是巧克还是班园有意为之了 之后班园在同年6月 还去了熊本当地的一个书店搞一个签名会 那书店是在一个因为地震遭到停业 在重新开夜商场里面 班园在那段时间还在杂志卷默留言说 熊本县先生在做武战取材期间 真的蒙受理的关照 我很快就会去你那里了 挺有趣的 甚至当年熊本签名会的图 还有新笔块的新笔签名 我也很想要啊 早知道的时候 还找到金中的高清拍摄的图 确实很锋利的样子很帅气啊 这期独步家里的图 和之前史修片所跨一模一样 看来班园有翻回之前的图好好重跨呢 这点赞一下吧 假如内部再连载一板本来是深色的 后面答案本就改成白色了 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看清内部吗 感觉旷不旷都无所谓啊 这期还有一个值得聊的点 就是武战有没有见过 四刀用的卷稿这点 在另外一部刀剑半括 剑豪生死斗里面 在圆可八年都宽容六年 也就是1622年到1629年就已经出现卷稿了 而武战史实上是1645年才叙事的 不知道是剑豪生死斗搞错了 还是班园搞错了 不过卷稿具体出现的时间 鸡蛋我也没找到就是了 好不确认我们下期再说吧